潮州是我国有名的美食之乡 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乐菜的主干 也有人说 潮州菜是最上的厅堂的菜系之一 想来很多人到潮州 就是冲着美食而来 抵达潮州的第一餐 手到菜卤味拼盘 酱香浓郁 口感厚重 特别有嚼劲 世界杯汉球下酒简直完美 潮州地处亚热带 南连大海 海产丰富 海鲜烹制独有专长 清蒸缩薯斑 火候适中 肉质滑爽细嫩 很是鲜美 潮州豪宰烙 看向一般 其实却大有内容 鸡蛋里裹着一粒粒的豪宰肉 鸡蛋的香酥与豪宰的鲜美结合 吃起来滑腻鲜美 别有风味 潮州香叶菊香 酥嫩可口 特别入味 潮州菜特别重视配酱调味 不同菜品 配以不同的酱碟 几乎每道菜旁 都有一个小酱碟 咸甜酸辣 各有讲究 将萝卜擦成细丝 经过腌制 压出水分后 混入粘米粉拌嶺 再入油锅炸制而成的萝卜糕 既可当菜 也可以做主食 这道菜一上来 有同桌小伙伴 便坏嘴说是猪皮 惹得陪同的当地朋友 也无嘴偷笑 其实这个和猪肉完全不沾边 人家靠海吃海 这是海参养 海参有不深一经养血功效 潮州家常做法 口感和肉皮 还真有一丢丢相近 看向口感都完美的炸凤凰豆腐 没有例外的也配有酱料 潮菜酱碟繁多 蓝浆 梅膏 鱼露 红豉油 三肾酱等 都是其特产 魏魏大观 具有健脾意味著消化等功效的莲角排骨 高 莲角是时下成熟 才通和糖采摘而来 非常新鲜 粉嫩粉嫩 汤也是微甜 极为养生 名字喜庆吉利的潮氏洛汤前 口感与磁巴极为接近 是在潮州传统小食糯米前的基础上 创新演变来的 是深受当地人厚爱的一种小吃 口感香甜转化 在潮州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的牛肉丸 牛肉丸选用新鲜的牛腿包皱 去筋些块 然后经手工垂打而成 是一道文明海内外的中华名小吃 牛肉丸紫菜汤 紫菜爽口清甜 牛肉丸肉香四溢 两者搭配 美味可口 而且营养丰富 另一道作为主食端 给我们每人一碗的潮州果汁 汤汁是浓稠的米糖 配有粉皮和猪大肠等食材 养胃爽口 好吃停不下来 到潮州的第一餐 虽然只是与潮州美食初接触 与深感其用料的烤酒 做工的精细和烹调方式的精致多样 色香味俱全清淡养生的特点 不愧其中国最高端菜系之名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